邱庆龄来自台湾屏东 曾是台湾综艺节目的一名导演 十多年前受大陆综艺节目的吸引 邱庆龄决定辞职来大陆看看 十余年间 邱庆龄先后在湖南 福建 浙江等地工作 近年来 随着直播带获的兴起 邱庆龄在上海开启了自己的直播之路 因为我们做导演的 其实就是说不耐于现状 想要去挑战各种新的失误 那因为在网红经济的崛起 然后还有直播带货等等 所以的话我觉得说 你要做一个传媒人的话 更要去不断地更新自己 转遍赛道的同时 邱庆龄也遭遇了昔日同行的质疑 但他坚信 直播带货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疫情期间 他将全国各地的农产品带进直播间 为农民解决农产品销售的问题 通过孵化基地 为有志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 提供祝梦舞台 邱庆龄表示 通过在电商领域的磨练 让他逐渐跳出综艺导演的角色 开始接触更多行业 视野和资源积累 也扩展了很多 我觉得做直播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直播对于综艺节目的话 我觉得说现在的等级是一样的 所以藉由创业园区去孵化更多的主播 优质的一些的网红等等 帮品牌方或者帮助国家 就是说做好更多经济 在我来到上海的这几年 真的让我成长很大 如今邱庆龄已在上海扎根落户 他说在这里可以尽情挥洒自己的才能 上海算是一个国际城市 就很像我当初 就是从屏东的乡下家 到了台北的这样子的感觉 就会觉得说 哇台北是我梦想想要去的地方 然后现在上海 就是现在我从台湾过来 最想要去的城市 所以我觉得上海真的是有那个魔力 所以很多人说上海是个魔都 我是觉得说真的是一个有魔力的魔都